大家好 歡迎收看 今天的節目 昨天晚上美國股市是大漲的 勢必今天台股市會開高盤 你看期貨盤的表現 你應該可以看出端倪 當今天你認為 大盤子會開高的同時 你有沒有事先做好預備動作 你的想法是怎樣 在今天早盤還沒開盤以前 我先告訴我們的會員 給他們第一通口訊 是怎麼講的 這盤今天會再度的占上2萬點 來到2萬點這個整數關卡 它是一個壓力 短線你說要馬上占穩2萬 再衝一波 是有難度的 所以這個盤在2萬點的 一個整數關卡附近 會震盪整理 所以不要過度的追高 早盤開高 該減碼的要站在賣方 在禮拜台股大跌的同時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 這盤策略急殺早買點 禮拜跌了100多點 那是一個可以進場的時機 昨天台股大漲188點 我為何是渡了減碼 今天台股盤中再度的 快大漲200點的同時 該賣的我還是會先站在賣方嗎 有捨才有得 高點會賣 低檔才有資金做接回的動作 是不是 這檔翔碩 你看一下昨天 我利用台股大漲188點 賣在2360 當然不可能賣在2425最高點附近 對 最高點沒有賣 趁他反彈上來 我賣2360 三趟的動作 一趟240 一趟300 一趟605 都是採低階模式 很清楚 第一次1545進場 第二次1655進場 第三次1755附近進場 所累積的報酬率 你看得很清楚 1145塊錢 相當於74% 也就是說 你跟我買一張翔碩就好了 你可以賺1000多塊 100多萬 一張就好了 74% 今年的一個行情 有沒有機會 讓你的財務翻倍 絕對有 緊跟長線價值 千金股 我幫你賺千金 翔碩是千金股 我幫會員創造了1145塊錢的利潤 所以昨天 台股漲上來的 該賣的 我會站在賣幫 翔碩是其中一檔 賣2360 賣完之後 盤中一度拉高2390 回盤 回到平盤 金翔碩剩2200 剩2200 你我昨天賣點 差了160塊錢 不是嗎 10張 160萬 會不會賣股票 你覺得沒有差很多嗎 所以翔碩的一個架構 的一個姿態 這樣的一個操盤的境界 所引動的 當然是強力的多頭行情 這個盤如果沒有那麼多頭 我不可能幫會員創造 如此亮劣即消 1 2 3 三個多月 74% 沒有錯吧 如果帶進 如果帶出的 難道沒有從頭到尾 跟你對時對價嗎 2360是昨天 我馮高賣出的位置 今天剩2200 有沒有賣對股價 幫我說話 今天這檔加責 我一樣站在賣幫 1080買進的位置 3月1號 3月6號工漲停 1225 來到破斷新高 4天145塊錢 這禮拜他壓回修正 跌到1125嗎 我說強力支撐守住的一個加責 根本不用賣 不要盤中殺到這個位置 你賣尾盤就拉高 這樣不好 講完之後 禮拜二來到1250 創破斷高 今天加責最高1335 我賣1290 如何創造210塊錢利潤 有買我就會帶你賣 只要是會員 9.18分的加責 1290附近賣 經過2分鐘 你看看是不是1290 保證一定賣得掉 對 最高點衝高 這個瞬間 不可能會賣 對 不可能 這邊怎麼賣 對不對 等他拉回修正 再往上拉高 我就賣了 跟昨天翔須的位置一樣 最高點沒有賣 彈上來 佛洪高站在賣方 這種操盤心法 你一目了然 所以整個加責 今天賣1290 是不是210塊錢 同手無欺 如何帶進的1080 今天如何帶出的1290 這樣一買一賣 不是210塊錢嗎 買個資商210萬 是不是 沒有錯吧 才幾個交易日 你自己去算 3月1號 到3月13號 不到兩個禮拜時間 大概10個交易日而已 所以今天加責賣1290 收盤還是大漲25塊錢 1250 該減碼該賣 我不會客氣 我也不會跟你囉嗦 我根本不會跟你模擬兩可 最高票 要乾淨一落 對 低點殺下來 該進場就上去 高點該賣 該出廠就給他下去 你還在客氣什麼 你還在等什麼 等我的訊息嗎 那就好好帶著 包你保平安 又有波段行情利潤 可以跟我一起賺下去 這樣才到KY 3月4號禮拜一 不是逢高賣嗎 這樣子 至少賺200塊錢以上 1085的賣點 一樣跟你對時對價過了 連續四根 親愛的朋友 殺四天回檔五天 買還是買 誰會在禮拜五 跟你分析材料KY 一定沒有 大跌四天 誰看好 我們告訴你 什麼叫利於不敗之地 賣在1085跌到868 一張差200多塊錢 10張差200多萬 是不是 先不殺低 如果你有材料KY 你1085沒有跟我賣的 你要賣在868嗎 需要嗎 有材料KY沒有賣的不殺低 你有跟我賣的 我就會帶你低接 很清楚 這種操盤手法太清楚不夠了 所以差200多塊錢的材料KY 低接回來之後 兩天漲了48塊錢 來到936 今天材料KY一樣 9.17分 926附近賣 當週在927你去對時對價 有時候當今天台股 盤中一度拉高 漲得快200點 該賣的股票 我一樣站在賣方 我一樣站在賣方 所以今天才要KY 賣926 4763 對不對 找完台股這麼大漲 你會選擇賣股票嗎 你會吃到這個盤 今天會開高走低嗎 我盤前低通扣訊 全國的會員幫我做見證 我是告訴你 胡亂去追嗎 用力亂買嗎 是這樣操作嗎 禮拜大盤擊殺了100多點 那是一個買點 有進場的 昨天台股大漲188點 今天又漲了快200點 兩天快400點 你今天在高興什麼 你今天在亂追什麼 盲目的一個跟從 所帶給你的風險 你要自我承受 低階的一個操盤手法 今天帶你逢高 站在賣方 大漲200點 我當然知道大家很高興 又看到2萬點的關卡了 對 2萬點的關卡 有那麼容易站穩 馬上又扶搖直上嗎 稍等 稍等一下 讓他整理一下 很好 我覺得很OK 整理 足出一個平台 足出一個平台再往上攻 這樣才有水 是不是 然後整理完之後 對 配合下半年會降息 更漂亮 真的是更漂亮 所以今天才有KY 926先賣一下 先賣一下 收盤是898 收盤是898 今天早盤要先選擇站在賣方 整個才有KY 有可能再度的一個回檔修正 再度的回檔修正 看他做什麼型態 或許會跟這邊一樣 來回的 來回的 逐出一個平台再往上攻 或許 或許這邊類似第二隻腳 再度的往上攻 也有這樣的可能性 所以整個操盤的一個架構 未來行情的一個掌握 我能講給你聽的 我先盡量的 讓你們知道 不要說我在事後 看圖說故事 我在事後放炮 這人見準 3月7號上禮拜四 135 藏黑走落賣 清不清楚 藏黑走落賣 你不賣 在禮拜五有彈高到130 我說還是要賣 因為他已經確定走落了 他的形態已經被破壞了 所以我上禮拜四提醒你 見準你是要賣的 禮拜五你要不要賣 不賣尾盤123 今天見準117 是不是越來越低 是不是越來越低 今天來到一個波段低點 所以這個位置要先退 退完之後殺下來 看他做怎麼樣的指跌訊號 該進場再做接回動作 那不是很完美嗎 這兩身家電子 448賣的 還記得嗎 2月15號的賣點 賣 2月15號賣完之後還衝高 對 衝高到480左右 賣錯嗎 我也知道 沒有賣在一個比較漂亮的位置 我也知道 你也看到 當時還有人來推薦我說 金老師你生家電子賣錯了 你要不要把他追回來 我是那種盲從的 低檔亂抗高點亂追的分析師嗎 我如果是每天追追追 追不停 追漲停 我的節目你不用看了 你也不用參加我的會員了 我們要帶給你是低風險的操作 我常常告訴你 我是反市場 什麼是反市場 股票回檔修正市場觀望 我踩低階模式 來到資深你不買 你什麼時候買 當漲上去的有利多消息發布了 電視 媒體 報章 雜誌 分析師 同業 都在講這檔股票的同時 我會帶你去戳熱鬧嗎 當大家一窩窩窩的 看好這檔股票 選擇落袋 好不好 所以整一個身家電子 我賣448 賣完還衝高 你可以賣更漂亮一點 480 今天剩399 399 現在他們有賣448 這樣對嗎 這樣對嗎 金老師是會帶會賣股票的分析師 所以整個身家電子 殺到這邊了 可以接回了嗎 可以接回了嗎 給你資訊有沒有價值 你真的可以來試試看 對 碟石跟我買 是我給你的優勢 漲的時候帶你賣 是我給你一個價值 我給你的優勢跟價值 在每一檔個股的進倉點跟出場點 已經彰顯表露無遺了吧 對 翔碩怎麼帶進怎麼帶出的 剛剛講的 見準怎麼帶進怎麼帶出的 見準其實沒什麼賺錢 那另外加則 我怎麼帶進又怎麼帶出的 有沒有清楚做交代 其他分析師有比照辦理嗎 到底你要相信誰 那麼多分析師 對 半天全金條 買什麼沒半條 我希望你掌握的 是那個最值得你依靠的 那一位分析師 好不好 跌的時候你敢買嗎 漲的時候你會賣嗎 跌的時候我帶你低階 漲的時候我帶你高出 這樣的優勢跟價值 讓你在股票市場上 可以達到無往不利的一個境界 這兩創意 賺兩個股本的 2月29號那一天 四年一次 雙底 我有買在1550 買在1550的一個創意 我在3月4號已經拔檔了 因為我認為他已經走落了 10.31分創意 1565附近賣 當初在1570你去對是對價 我賣1565 因為已經快走落了 賣當天的平盤以下 找完 160沒有賣 所以1565就不要賣 很多人是這樣的一個態度 在操作你的股票 高點沒有賣好可惜 所以 等到談到高點再來賣 結果沒有高點了 還是不賣 這樣的錯誤 會讓你資產越來越縮水 股票不對 該出則斷 不要留情面 真的 做股票要比較少 1550 1565 沒什麼賺賠 扣掉手續費 沒什麼賺賠 就是要賣 就是要賣 不要等到今天創意跌到1315 才來跟我求救 慶榮老師怎麼辦 我手中還有創意 今天殺到1315怎麼辦 你如果在3月4號 跟我一起賣在1565的 你沒有這個問題 我常常告訴你 看投顧老師的節目 你如果只是要當電視會員 喜歡看老師的節目去更單的 你自己要適好停利停損點 因為每個分析師 畢竟他只是對會員 做一個待進待出的一個動作 那如果你只是說 想要說看免費的 人家說我賣是這樣子 看免費的 賺個比如說買菜錢等等 無傷大牙 但是你自己要停利 自己要停損 不要股票跌了一大段才問我 那為什麼不小套的時候趕快問 現在已經差了200多塊錢了 你才要問 你才要問 這一通扣訊價值250塊錢 你為什麼不跟這個扣訊 你為什麼要盲從 盲從又不知進退 對你未來的資產 只會越來越負面 這一檔一月營收 年成長超過七成的機油股 這兩天我都告訴你 他在這個相對低檔 是可以低階的 現在從沒有 回檔修正來到這一根中長紅 我認為可以低階 基本面是如此的漂亮 我有帶你最高嗎 我趁他回檔 告訴你要踩低階模式 今天是黑K棒 他不是紅K棒 低階低風險 未來行情不曉得 如果掌握的 需要請老師幫忙的 歡迎加入請老師來 小組AI8085 有任何問題持股遇到疑難雜症 需要有幫忙的地方 在我的賴流 我會用我最專業的角度 幫你解決任何的疑難雜症 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的一個現場 中美金今天再創新高漂亮 這張股票 我在去年度的一個九月份 一五告訴你 相對低檔的一個中美金 賺超股本低階 是不是低風險 九月份 十月份 你們看到漲上去回檔 來到一五九 越接近前波低檔 越可以買 一樣可以買 站在買方 一百五幾塊錢中美金 去年度的九月份跟十月份 買完之後 十二月份漲到一九一 三月八號漲到兩百二的波段高 為什麼告訴你 壓力可以買 大量 將近三萬張的天量 220不會是高點 所以整個一個中美金 有沒有過 上禮拜五就跟大量高點 有還是沒有 221.5創新高 所以中美金如果有回檔修正 其實還是可以找買點的 另外一檔 矽晶圓的一個台聖科 賺大概一股本 上禮拜我告訴你 底打得不錯 禮拜打到160 量縮找買點 量縮找買點 底的時候要敢跟我買 禮拜二就漲到166 是不是 漲了四塊半 今天回檔 可以給棒 小碟 小洗盤 他還會再漲 他還會再漲 他跟那一根見準的長黑 那個形態架構是不一樣的 懂嗎 其實我在節目當中 有做一些教學的示範 你要學以致用 畢竟我不可能 一輩子在電上跟你解盤 所以你能學得盡量學 好不好 這樣國具 鑽是個股本的 被動元件龍頭 醫院燒新高 堅強底部我看到了我告訴你 你要不要跟我買 上禮拜五五五六 對五五六 堅強底部 會跌破嗎 會跌破嗎 只會往上墊高 有沒有漲到580 今天漲到588 你看看從上個禮拜五五六 到今天588 高低點 32塊錢 不會那麼容易結束 被動元件龍頭國具一旦發動 他就不會漲三十幾塊錢 就結束 因為他賺四個股本了 他不是賺四塊錢 所以這種大型股票的架構 有沒有機會邁向千金 我當然不能誇口 我只能告訴你不要預設高點 好不好 緊跟長線價值千金股 帶你賺千金 想說我們賺了一千多塊錢 我拔檔在昨天 大家很清楚 長期追蹤了三個月的 這一檔強硕 因為是B4的 Type C的 我說我對他的基本面 從沒太瞭解了 不然我們怎麼可以賺到一千多塊錢 一張賺一百多萬 一張就好了 對 如果你買五百股 零股 對 也有六七十萬 也不錯 不是嗎 所以這檔國具 我認為沒有那麼容易結束 我認為如果有下來 如果有下來 我是會再度的加碼 滑情賺超過半個股本的 這樣股票你看一下 最近走的都是黑K棒 今天打到二五九 缺口叫支撐 他已經殺到缺口支撐了 你有滑情的先不要殺低 好不好 跌不是漲 跌通常是我創造機會 漲通常是我帶你賣的一個機會 這種機會的一個架構 看你要站在什麼姿態 到底低檔是買點 高檔是賣點比較好 還是低檔是賣點 高檔是追高點比較好 這個你要分辨得很清楚 就像高利 前兩波段賺了77塊錢 我賣306 記得吧 3月4號賣306 我一檔下來 禮拜三到280 我有做接回的動作嗎 高檔賣低檔接 合情合理 低進高出 高出然在低接 下來是我的一個操盤心法 不是嗎 所以整個高利 禮拜接回之後 昨天創新高333 漂亮 333連成一線 創破斷新高 我會告訴你追嗎 昨天台股大漲188點 我告訴你追嗎 今天台股早盤漲了快200點 又追了嗎 我要告訴你 什麼行情大好特好嗎 我要告訴你 未來行情 什麼股票可以大賺一倍嗎 我會用天馬行空 出一支水 不負責任告訴你 趕快來參加我會員行列嗎 這兩天 該踩煞車的股票 我會帶你賣 昨天的高利 至少不要亂追 對 我之前兩趟的操作 77塊錢怎麼賺的 你忘記了嗎 要買等低檔買吧 所以整個高利 今天回檔下來291.5 什麼價位可以低階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什麼都不知道 跟上健老師的一個盤中訊息 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包你保平安 又有破斷行情 這檔二元收連場 超過三成的汽油股 今天黑客棒 這兩天 是不是都跌到支撐 這不是買點嗎 回檔 回檔 親愛的 朋友 這當然是大多頭的行情 台股連續兩次看到 2萬點的一個創歷史新高的位置 這不是多頭 什麼是多頭 多頭行情 策略 回檔看支撐 強勢基歐股 跌到支撐性的買點 你要敢跟我進場 所以未來行情不曉得如何操作的 當然歡迎此之時刻 加入榮家軍的行列 有問題 我幫你解決 該進場的 BG的基歐股 我一定把握最好的時機 帶你進場 從明天開始 我們一起來對撕對價 往深開始 briefly聊 李宗盛 我曾娶 coron 這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